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5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关心 在文化传承不遗疑 从1990年代开始就进行正名运动的平谱族群 历经了20多年的漫长努力 终于在2022年 透过了新政诉讼和大法官释宪 取得了法治原名的身份 而日前台湾麦提伊卡玛道族文化复兴协会 在副理厢办理了座谈会 邀请族人共同实践并讨论平谱族的父权和父名 1990年代开始就进行正名运动的平谱族群 历经20多年的漫长努力 终于在2022年 透过行政诉讼和大法官释宪 取得法治原名的身份 日前台湾麦提伊马卡道族文化复兴协会 在副理办理了一场座谈会 主要是要让我们自己的族人们 能够了解说在宪判制第17号 希莱雅的原住民身份取得的问题 让族人能够知道说 我们应该有怎样正确的一些认知 我们应该要去准备哪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宪判日晚 我们不要太乐观 我们要持续我们自己跟政府的对话 我们必须要自己有准备 东部平谱族群 平谱赋权赋名座谈会 邀请长崎深耕 希拉雅族文化工作者段宏坤老师 立临演讲与交流 他特别以平谱族群 依法登记原住民族的未来取向 与挑战及发展契机为主题 然后特别针对这个希拉雅族的 这个四线案的里面的细条文 然后今天特别的 对我们东部的平谱族群 来做一个说明 让我们更了解 就是我们未来应该要如何的 共同努力去面对 那个原住民的身份认定的问题 布里地区是西南部地区 平谱族群东间重要的文化跟基地 也是族群扩散的重要地缘 不过族人对原住民身份登记的 共同期待也存在诸多的疑虑 希望可以落实平谱族群 正名的最后一礼路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 采访报道